自由时报 总统企业加薪政府给奖励 将解决年轻人低薪问题列为今年最重要工作的蔡英文总统 她昨日指出多年来22K的低薪现象 让年轻人觉得有没有就业都一样 以影响他们积极投入就业市场的态度 今年政府将致力解决低薪 若企业的薪资结构有利于年轻人 可能参照国外做法 包括给予津贴或企业参与政府标案时 给予一些点数上的加权等方式奖励 相见总统企业加薪政府给奖励 去年新增儿不到20万人 医师今年恐降至18万 少此话问题严重 妇产科医学会估计去年全年新增儿总人数 仅约19万5千名正式跌破20万人 今年情况恐会更糟 各医院昨天接生的元旦宝宝比往年减少 在线警训台北市联合医院总院副产部副主任林陈丽 更预估去年结婚人数减少 今年出生人数恐将更降至近约18万 相见去年新增儿不到20万人 医师今年恐降至18万 退休师图全台偏乡义务教学 热血教师退而不休 一卡车图归台湾 走遍台湾偏乡义务教学 并自创趣味教学方法 只为让更多孩子埋下热爱学习的种子 却也不知不觉在继续发光发热的过程中 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圆满 相见退休师图全台偏乡义务教学 苹果日报 晨 最曙光 盼2018景气回升 为迎接2018年 作成一万人涌入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分散到小丽元山 筑山汉队高月等地 盯着寒风 看到太阳从玉山南风右侧放射 第一道光芒 现场欢声雷动 南投金龙山也有四千多人 在晨曦中起迎树光 其中一对情侣借位亲吻树光 浪漫感人 东部地区则因云层后 没能见到树光 游客虽失望而归 但也许下愿望 希望今年景气回升 带动企业 加薪给津贴获奖励 元旦升旗音乐会 坐在总统府前登场 总统蔡英文延续去年作风 取消元旦文道 但昨出席活动时提及 今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挑战 就是解决D 新的问题 让年轻人看得到未来 菜烧后进一步阐述 若企业的薪资结构有利于年轻人 可能参照国外做法 包括给予津贴或企业参与政府标案时 给予一些点数上的加权等方式奖励 联合报 国土重伤害法太轻 加重心则胡生起 看见台湾纪录片 唤起国人对国土保育的重视 但不笑业者破坏国土的行为 并未收敛 露营风兴起 新竹县内违法整地案 达上百件 高雄有业者烂肯尽将整片山丘产平 但受宪法令 业者即使被查获多数 交保清判 还团游律一再轻松的结果 导致不笑业者有恃无恐不断释法 国土保育流于空谈 金正恩和按钮一直 在我桌上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日 在元旦全国电视演说中 向美国发出强硬讯息 表示美国将永远无法对北韩开战 因为北韩已发展出以和无 打击美国本土全境的能力 和按钮一直在我桌上 但他同时向南韩递出橄榄枝 表示愿与南韩对话 并首次表示考虑派代表团参加下月举行的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 中国时报 建案新制上路 房价孔冠水哄台 雨遮 屋檐不计入平数 不计价新制度 2018年元旦正式上路 今后新核发的建筑执照 与折汉屋檐将不与登记 也不与计价 建商表示 与折汉屋檐占建物面积约5%以内 部分建案会设计8%甚至一成 新制上路后 依新制合法建筑的预售屋 理论上总售价不会因此上涨 但不排除少数建商 会借机灌水拉高每平单价 消费者购物时要睁大眼睛 人均所得3万美元 南韩提前达标 响应南韩越来越难 台韩差距越拉越开 南韩今年春季 人均所得渴望提前突破3万美元 大关与台湾差距拉大到二成之多 且即便受大陆技术进韩令的冲击 南韩去年出口仍创下5739亿美元新高 从全球第八上升到第六 狠狠地将台湾抛在脑后